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文和詹姆斯浓眉一样 也经常受到伤病的困扰 不过 佩林卡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如果留下拉塞尔胡人的2024年前景恐怕也不容乐观 美媒B2报道称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我听说欧文和独行侠在蓝网交易前达成了口头协议 他不会同意任何低于顶薪的续约报价 欧文究竟值这个价钱吗 也许对达拉斯来说 他值得 我不确定欧文的市场价是什么 但没有人愿意把心经空间留给欧文 他带来了太多的戏剧性 另一位消息人士说 若工资贸最终是1.34亿美元 欧文将有资格与小牛队重新签下一份为期五年 价值2.72亿美元的合同 我听说他将以3加1第4年的球员选项的合同回到达拉斯 合同长度将与东气齐相同 一位球员经纪人说道 那意味着大概是4年2.101亿美元 东气齐的合同到2026比27赛季结束 但可以在2025比26赛季结束时选择跳出合同 2025比26赛季 东气齐和欧文的总薪水将达到8700万美元 若一直执行选项流队 2026比27赛季的薪金总和将达到1.07亿美元 此前还有报道称 爱顿的钱在下家里包括独行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